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金融与会对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际金融与会对第23奖的课程 今天我们课程还是要继续跟同学来谈第6章 外汇交易2 但今天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另外一种 衍生性的外汇金融商品 那就是外汇选择权交易 好 那么先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大纲 今天主要的重点有三 第一是选择权交易的意义 第二 外汇选择权交易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 外汇选择权的种类 好 我们就来进行第一个单元 选择权交易的意义 什么是选择权呢 选择权它是一种商品 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选择权 它是一种可以选择是不是要履约的权利 满卖这项权利应该支付的价金 就称之为是权利金 好 那么所以呢 同学我们要注意一下 选择权交易呢 它的交易的标的呢 是一种权利 一种可以选择要不要履约的权利 那所以呢 买这个选择权的买方 它要支付权利金给卖选择权的卖方 双方约定在到期日就是商品的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 用他们两个当初已经约定好的价格来买或者是卖某一种商品 那么当然呢 这个一开始定义的时候同学一定会觉得好复杂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来 同学你就可以了解 什么是选择权的交易了 那么来看一下呢 这个选择权交易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跟同学来看 如果说呢 现在有一个买方还有个卖方 要注意哦 这个是选择权的买方跟选择权的卖方 买方呢 它付的权利金 跟卖方买进了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是什么权利呢 是一个买方可以选择要不要履约的权利 所以买方支付权利金给卖方 他买的是一个选择的权利 所以呢 他有权可以选择 所以他有权利 他没有义务 卖方呢 刚好相反 他卖一个选择的权利给人家 他收了人家的权利金 卖出一个选择权利给对方 所以对方有权利可以选择要履约或不履约 那么如果对方要履约 买方要履约 卖方就一定要配合履约 买方如果不履约呢 那卖方就可以不用履约 所以卖方呢 他完全是没有主导权的 也因此我们说卖方有义务 但是他没有权利 好 那么简单跟同学呢 说明了这个选择权交易 那么他买卖的是一种选择的权利 那目前在市场上呢 这种选择权的商品的话呢 可以是现货的商品 也可以是期货的商品 现货商品呢 就非常多了啊 从农产品啦 矿产品啦 或者是金融商品 比如说这个股票啦 或者是这个股价指数啦 等等的 那么期货商品的话呢 他也是一样 有这个商品的期货 或者是这个金融期货等等的 也都可以成为选择权的商品 不过呢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主要跟同学来谈的是 现货的外汇选择权 现货外汇选择权 好的 因此我们要进行到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那就是外汇选择权交易的发展跟 起源以及发展 这个外汇选择权交易 它是怎么个发展出来的 我们就要回溯到 我们在上学期跟同学谈了 在1970年代呢 那么各国放弃了这个固定汇率 而实施了浮动汇率之后呢 那么整个全球的外汇市场的汇率呢 就会因为呢 这个外汇的供给跟需求的变化呢 而随时有变动 而这种汇率的变动 当然会对呢 经营国际这个企业的 这些企业那么会造成的 这个汇率变动的风险 那么虽然说呢 市场上呢 已经有远期外汇交易 或者是期货外汇交易呢 可以来作为呢 避险的一个工具 然而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的话呢 可能啊 这两种这个避险的这个工具 又没有办法满足呢 当事人的需要 怎么说呢 比如说呢 有一些啊 这个投标的一个 这个生意 或者是呢 寄出口商 他们呢 在跟这个对方啊 那么在磋商的当下的话呢 其实还不能够确定啊 未来这个契约啊 那么到底会不会成立 那么又或者是呢 我们曾经跟同学谈到啊 比如说这个外汇期货交易 那么如果说呢 我们去做这个期货啊 对冲 或者是说 我们去做远期外汇的 这个避险的时候呢 那么 因为呢 我们只是预期未来 汇率可能会涨 或者是会跌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照着我们的预期呢 去做避险 可是呢 市场的这个价格呢 顺习万变 而且呢 不容易预测 因此如果汇率呢 它是反着我们的这个 预期的方向来走 那么我们去做避险呢 有的时候呢 反而对我们不利 所以如果呢 想想看呢 有些情况之下 如果情况对我们有利 那我们就去做 情况如果对我们不利 那么我们就不做 如果说呢 可以有这样选择的权利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更有弹性吗 也因此 基于这样市场上的一个需求呢 那么就发展出来的 外汇的选择权的交易 那么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选择权交易 它的起源跟发展 我们用个简单的这个 流程图跟同学来做说明 那么事实上呢 在古希腊的这个罗马时代呢 就已经有呢 选择权交易了 也就是呢 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一些需求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呢 就有这种需求 而也就因为这种需求呢 发展出来的选择权交易了 那么到了18世纪的话呢 电头市场的股票 跟农产品的选择权交易呢 事实上就已经有在进行了 那么来到1973年呢 芝加哥的选择权交易所呢 就成立了 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种集中式的交易所的 选择权在市场上买卖的 而来到1982年呢 在美国的非城股票交易所呢 就开始进行了 外汇选择权的 集中市场的交易 那么也就说 一直到1982年呢 那么市场上呢 才开始有这种集中式的 外汇选择权的这个交易上市 那么一直到 那么最近 那么在1984年呢 这个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 开始有这个 期货的选择权交易 那么甚至呢 在欧洲 还有在亚洲 那么亚洲的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 期货交易所 SIMEX 那么也都呢 有外汇选择权交易的一个 市场上的一个买卖 好的 那么呢 我们就来看看啊 如果说呢 我们以美国的 非城股票交易所的这个 它的这个 外汇选择权交易呢 来作为介绍 那我们看看呢 这个非城股票交易所 它的外汇选择权的商品呢 这个规格是怎么样呢 我们用这个 表哥同学来做说明啊 那么在非城股票交易所 就是NASDAQ 那么All Max Felix的这个 外汇选择权的 这个商品的规格的话呢 外币的种类的话呢 它分成的有 澳币 英镑 加币 欧元 瑞士法郎 纽西兰币 还有呢 日元 那么标准交易单位 同学我们都可以发现了 那么在前面的这个 六种商品的话呢 它的标准交易单位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万块 一万澳币 一万英镑 一万加币 不管它的这个 币值的高低 都是一万 但是日元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 币值特别的低 所以日元的话 它的标准交易单位的话呢 是以一百万日元 作为一个标准交易单位的 那么至于呢 它的权利金 报价方式 我们刚刚说权利金 就是这个 选择权的买方 要付给选择权的卖方的 这个权利金呢 那就等于是 选择权的价格了 那么这个选择权价格 它在市场上 在这个 非诚股票交易所 它的报价方式呢 比较不一样哦 同学我们要特别注意哦 它是用一百单位的外币 等于多少单位美元 这样子的方式来报价的 因为它的权利金 都是用美元来收付的 是用一百万 一百块 一百单位的外币 等于多少单位美元 这种方式来报价的 而最小报价单位呢 那前六种商品的话 最小报价单位 报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日元的话 报到小数点第四位 那么一点的话 折合多少美元呢 那么一律都是一点 折合一百美元 一点折合一百美元 那么前六种商品的话呢 因为它报价到小数点第二位 而每一口标准单位 又是一万元 那么所以呢 一万的百分之一 那就是一百 那这个日币的话呢 它报价最低到小数点 第四位万分之一 那么它的一个标准单位 又是一百万 所以呢也就是一百块 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看到 旅约价格 这个旅约价格就是 买方如果决定要买 或者是要卖某种外币的时候的 那个旅约 要旅约的时候的 那个买或卖外币的价格呢 我们就称之为是旅约价格 旅约价格它的报价方式 也是一样的 用一百单位的外币 等于多少单位的 美元的方式来报价的 至于选择权的种类的话呢 在费城股票交易所 它属于是欧市 所以欧市的话呢 就是只能够在到期日当天 决定要不要旅约 只有当天才可以决定 要或不要旅约 好的 那么这是简单跟同学介绍 这个费城股票交易所的 外币选择权 它的一个规格 那当然呢 在不同的这个 股票 不同的这个选择权交易所里面的话 它的规格都不一样 那么 比如说一样是欧元 那么我们这边是一万欧元 为一个单位 但是呢 在其他的外汇交易所里面的话 它可能是十二万五千欧元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呢 这个交易所 它的这个合约呢 那么再来呢 知道说我们该怎么来进行交易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介绍到这儿呢 接下来是我们的Q&A 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 所谓的电头市场 那么就是外汇选择权呢 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分类 外汇选择权呢 它的这个市场的交易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在集中市场交易 一种是在电头交易 也就是所谓的OTC的 电头市场交易 那么外汇选择权的 OTC市场的 新企呢 事实上是比集中市场 要来得早的 那么多数都是由商业银行 或者是投资银行来乘坐 提供非标准化的选择权 顾客可以依照需要 自行指定呢 辟别到期日 金额 履约价格等等的 那它更有弹性 可是呢 它的缺点是 它必须要承担呢 交易对手 也就是银行的信用风险 那么电头市场的 这个选择权交易呢 它不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集中市场啊 它有标准化的一个 比如说标准化的数量啦 或者是报价的方式啦 等等的 那么电头市场呢 一般就是客户啊 企业或者是个人 跟银行来坐 那跟银行来对坐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这个交易的内容的话 就可以双方呢 自行的来议定 但是也因为是没有 集中市的交易所来作为担保了 所以呢 双方必须要彼此承担呢 对方的这个信用风险 也因此呢 对交易对手的征信呢 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下个问题 我国目前有集中市的选择权交易所吗 好的 那么在台湾呢 目前到底有没有集中市的 选择权交易的交易所呢 是有的啊 目前呢 我们是有集中市的 选择权的交易所 但是呢 并没有集中市的 外汇选择权的交易所 如果说谈到外汇选择权的话呢 目前呢 都是OTC的市场的交易 各大商业银行呢 多数都有对顾客了 来乘坐外币选择权的买卖 那么顾客呢 可以担任选择权的买方 也可以担任选择权的卖方 那目前呢 在我们国内的话呢 有集中市的选择权的交易 但主要呢 都是以这个股价指数啊 那么来作为呢 这个商品啊 那么如果说呢 是这个外汇的这个选择权的话 目前我们都是OTC市场 那么在运作的 接下来呢 看到我们这一讲的第三个单元 就是外汇选择权的种类 那么呢 我们可以依照各种不同的观点 来做分类 我们看到第一种分类是 依照交易的形态不同 可以分成呢 买入选择权还有卖出选择权 所谓的买入选择权是买方可以从契约成立那一天 到预先约定的到期日当天或者之前 用预先约定的履约价格向卖方买入一定数量的某种外币 好 那么这个叫做买入选择权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说选择权的买方 他买进了一个买入选择权 我们称它为是call option 买进了这个call option呢 那么他就有权利选择要不要买 买什么呢 买外币 看我们约定的是什么样的外币 我就有权利选择要不要买这种外币 跟谁买呢 跟选择权的卖方 好 那么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同学来说明 假设现在有AB双方 A是选择权的买方 他付了权利金给B 那么B收的权利金 双方约定什么呢 约定呢 A可以要不要选择用履约价格1.63的这个汇率 跟B买入英镑 所以他买进了一个履约价格是1.63的英镑的买入选择权 所以A下就有权利选择要不要跟B买英镑 要买的话就是用1.63买 不买那就不用买 就不用履约 所以我们看看A的选择可能是 第一个 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 如果A选择要履约的话 A选择要履约就是A要跟B买英镑了 那B就一定要卖就一定要卖 那么他们一口的单位的话是1万英镑 所以B就一定要卖一口1万英镑的这个额外币 就英镑给A 那当初约定的是1.63 所以A就要付16300的美元给B 那A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履约了 如果A选择不履约的话呢 那双方就不用再就不用不需要履约 也就是说B呢 他就不需要卖英镑给A 那B也不能强迫要买英镑给A 因为A本来就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A可以选择履约或不履约 B呢完全都是被动的 主动权在A身上 那么这个呢称之为是买入选择权 那相对于买入选择权的呢 我们称之为是卖出选择权 它一样是一种选择权 可是呢这个选择权的内容不一样 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所谓的卖出选择权指的是 买方可知契约成立之日 起至预先约定的到期日当天或之前 以预先约定的履约价格 卖给卖方一定数量的某种外币 所以呢现在这种选择权呢 是选择权的买方 可以选择要不要卖外币 给选择权的卖方 那么这个就是卖出选择权 就是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卖外币 但是他买进来的是一个选择的权利 一样的我们用A跟B 这两个当事人同样的这个履约价格 我们以这个为例子来跟同学说明 那么A呢 他跟B有一个选择权的交易 A是选择权的买方 他付了权利金给B 买进了一个选择权 这个选择权是一个卖出选择权 是可以要不要用1.63的汇率 卖英镑给B的一个选择权 所以选择权的这个权利是在A身上 所以A可能选择要履约 如果A选择要履约的话呢 那么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 A选择要履约 那么A就可以卖1万英镑 用1.63的价格 卖1万英镑给B B不可以不买哦 一定要买 那么要用1.63的汇率 来跟A买这1万英镑 那么如果A选择不履约呢 那当然B呢 也就可以不需要跟A买英镑 那B也不能强迫A 一定要卖英镑给他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 B呢完全是被动的 那不过呢我们要提醒同学呢 就是呢在这边的话 那么A跟B呢 他们在这个交易里头的话 A是选择权的买方 B是选择权的卖方 不管是买入选择权 或者是卖出选择权 可是如果他买的是买入选择权 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履约 A就是英镑的买方 B就是英镑的卖方 可是如果是卖出选择权呢 当A选择要履约的时候 A就是英镑的卖方 B就是英镑的买方 好像有点在绕口令 可是同学你务必要分清楚 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日后当我们再讲到 选择权交易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买方或卖方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指的是选择权的买方 或选择权的卖方 不过我们也会尽量的 那么很明确的告诉你 是选择权的买方 或者是外币的买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同学呢才不至于呢 会搞混了 尤其呢在这个买入选择权 或卖出选择权呢 有这两种选择权分类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真的很容易弄错 好那么讲完了第一种分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选择权的第二种分类 也就是依照交易场所的不同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是交易所的选择权 它指的是呢 透过专业性的选择权交易所 来进行的选择权交易 例如呢 CBOE或者是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费城股票交易所 NASDAQ OMAX FEDX的这个交易所 或者是CBOT 也就是呢 这个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的 这个选择权交易所等等 都是目前国际上 比较具规模的 外汇选择权交易所 那除了透过交易所来交易之外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过 选择权呢 也可以在店头市场 也就是OTC的市场呢 来进行交易 那么这种交易的话呢 多数都是由银行来乘坐的 它办理银行跟顾客的 外汇的选择权交易 那么因为呢 店头市场交易呢 它没有标准化的限制 所以呢 它可以配合顾客的 个别需求 个别需求来进行 好的 那么呢 在我们谈到 选择权交易呢 它可以是 集中式的这个交易所的交易 也可以是呢 这个OTC的 这种柜台的这种交易 那么直接透过呢 跟银行来进行这个买卖的 那么这两种交易的话呢 它们彼此之间呢 有什么比较不一样 或者是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用表呢 跟同学呢 来做呢 比较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左边的话是交易所的 这个选择权的交易的方式 右边的话呢 是店头市场的交易所的 交易 店头市场的这个交易的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 报价的方式不同 在交易所的话呢 它是用公开净价的方式 而店头市场的话呢 它是透过双方来溢价的方式 那么至于呢 交易的辟别的话呢 交易所的话呢 每一个交易所它都会有 它自己特定的这个货币 辟别的这个选择权 那么交易的数量的话呢 每一个交易所 对不同辟别的选择权 它都有标准数量的规定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非诚股票交易所呢 它对大多数的商品 它的规定都是一万 一万元作为一个单位 可是如果说呢 是日币的话呢 日币的话 那它就是一百万 作为一个单 一口这个选择权的这个单位 那么履约价格的话呢 原则上呢 也是由交易所来规定的 履约价格的一个报价方式 还有呢 不同的履约价格呢 它的这个 等于是做不同的商品 那么呢 不同的价格 那么履约价格是多少的话 也是由交易所它来订定的 那么契约的到期日呢 也是由交易所规定的 固定的到期日 但在店头市场方面的话呢 不管是交易的弊别 数量 履约价格 或者是契约的到期日等等的呢 都可以由买卖双方呢 他们自行的来议定 所以它不是标准化的 双方呢 可以自行来约定 那么至于清算的方式呢 一般交易所呢 它当然呢 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清算的单位 那么由清算单位来办理 可是店头市场的话呢 必须由双方呢 来自行清算 那么至于呢 部分履约的部分 这个规定的话呢 交易所是不能够部分履约的 可是因为店头市场 它的选择弹性比较大 弹性比较大 所以呢 是可以双方自行预定 这个议定呢 可不可以部分履约的 那么至于呢 信用担保的话呢 在交易所交易的话呢 是可以由交易所呢 来担保的 所以呢 买卖双方呢 它就不需要去担心 交易对方 它的一个信用状况 但在店头市场里头的话呢 双方呢 没有信用担保 也因此的话呢 没有一个信用担保的 一个中间的 一个单位 或是第三者 所以呢 双方必须要自行承担 对方的信用风险 那当然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么虽然说呢 店头市场呢 它的交易呢 是比较有弹性的 然而呢 它的风险呢 却又是比较高的 那相对的 在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话呢 它虽然比较没有弹性 也就是凡事都要依照 交易所的规定来进行 但是呢 因为有交易所呢 从中进行担保 而且呢 有清算单位呢 来进行清算 因此呢 双方 买卖双方呢 他们不需要去承担 对方的信用风险 那么虽然呢 比较没有弹性 但相对风险 是比较低的 那么也因此的话呢 这个投资人呢 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么在哪一个市场 来进行交易呢 那么就是看各自的需求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呢 第三种分类 第三种分类就是 依照契约的期限不同呢 我们可以分成 美式选择权 还有欧式选择权 所谓的美式选择权 它指的是 从契约成立那天开始 到约定的未来 某一个时间之前 选择权的买方呢 都可以随时要求选择权的卖方 以事先约定的履约价格 买入或卖出某种特定的商品 这个是美式选择权 所以呢 这个美式选择权 它的弹性是什么 它的弹性就是 它可以在到期日当天 或到期日之前的任何一天 当它选择 决定要选择履约或不履约了 那么它就可以呢 来决定 它不一定要等到到期日那一天 它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履约 所以这个美式选择权 对选择权的买方来说呢 是比较有弹性的 那相对于美式选择权呢 就是欧式选择权的 欧式选择权相对来讲 就比较没有弹性 什么是欧式选择权呢 它指的是呢 选择权的买方 不可以在契约到期之前 要求选择权的卖方履约 只能够在到期日当天 要求卖方履约 那么这个呢 它是选择 是欧式选择权 所以欧式选择权 它的弹性就比较小 也就是说呢 它只能够在到期日当天 它才能够决定 这个要履约 它不可以在到期日还没到之前呢 就先行说 那我要先履约 这是不可以的 可是美式选择权是可以的 那么呢 虽然有分成欧式跟美式 可是我们要注意 它只有弹性 只有是到期日之前 或当天 可以选择要不要履约 但是呢 双方已经约定好的履约价格 那是不能变的 双方已经约定好的辟别 那也是不能变的 好 所以唯一可以弹性的 在美式选择权里面的话呢 就是它可以在到期日之前 它觉得适当的时间呢 可以要求买方要履约 好 那么呢 今天我们跟同学谈了 这个选择权的交易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 对同学来说 比较新的一种交易的一个概念 然而呢 这种交易概念呢 却可以满足市场上很多不同 那么在市场上有这种避险 或者是投机需求 或者是呢 它想要在这个避险的过程当中呢 又有一个比较弹性的一个选择的 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当事人的话呢 它可以呢 来进行呢 选择权的这个交易 那当然呢 选择权交易 要该怎么做 那么它的这个交易 那么的目的 那么又有哪一些 那么在真正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又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这些呢 我们都要呢 在后面的这个单元的课程当中呢 在分别的跟同学呢 来做仔细的说明 好的 那么在课程结束之前呢 我们来看看呢 今天的关键字 今天呢 我们跟同学谈呢 外汇选择权 还有呢 权利金 履约价格 以及呢 跟同学介绍 买入选择权 还有呢 卖出选择权 那么当然呢 选择权呢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商品 但是呢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 只跟同学呢 专门来讲 外汇的选择权 那但是外汇选择权里头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权利金 权利金是选择权的 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呢 我买这个选择权 到底要付多少代价 这个是权利金 那权利金在市场上 会有报价 那么根据市场上的 对选择权的需求 或者是供给 那么来决定呢 这个权利金有多少 那履约价格 又不太一样了 履约价格指的是 如果我要履约的话 我要用多少钱来买 或者是卖 我们约定的这个商品 那如果说呢 在外汇选择权里面 那也就是呢 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了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英镑 如果我是买入选择权的话呢 那么当我要履约的话 我要用多少汇率 跟对方买英镑 如果是卖出选择权的话呢 我要用多少的汇率 跟对方卖英镑 这个是履约价格 那选择权又更复杂的是 它又可以分成买入选择权 还有卖出选择权 那么所以呢 同学 我们在课程结束之后呢 你一定要先把 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有关于选择权的这个 基本概念 一定要弄清楚 这样子我们再进行呢 后续的课程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呢真正的了解呢 那么它在操作的时候呢 一些啊 这个重要的内容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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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